熊妇纵容熊孩子随意刮花私家车 目的静止为我营修时偷换零件 看我反手弄亮 无加迪给你换 这天我正在家里疯狂干动画 突然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 豆包 我和闺蜜逛街累了 这里不好打车 你来接我们一下吧 我还在做动画呢 你们自己叫辆车吧 这话一出 对面立马不乐意了 现在连接一下我都不耐烦了吗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无奈的叹了口气 自己找的女朋友 哭着也得哄了 行行行 姑奶奶 我马上来 挂断电话后 我就来到了楼下车位 只见一个小孩正在我车上面涂涂画画 我顿时怒喝道 嘿 干什么呢 小男孩一看到来人 立马转身就跑了 我赶紧来到车前检查情况 车身上已经被他用钉子留下了一个吹风机的图案 本来心情就不好 这下更加郁闷了 我来到物业 准备调取一下监控 查一下是谁家的孩子 没想到物业直接说道 不用查了 肯定是曹子昂干的 我有些纳闷 你怎么知道的 那小子是惯犯 这半年多 已经划了十来辆车子了 我更加纳闷了 他家长也不管管 就让他孩子这么琢磨 物业摇了摇头 他家里有钱赔得起 他爸是开奔驰的 说是要培养他孩子的绘画天赋 从来都不管 我忍不住吐槽道 在车子上画画 就是凡高都不敢这么狂言 物业听后笑了笑 然后就把曹子昂父亲曹浦的电话告诉了我 拿到电话后 我直接就打了过去 接通后一道粗狂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喂喂哪位 我是小区业主 你儿子把我的车给划了 我才说了一句 就被曹浦打断 小事 我就是干气修的 回头给你喷个漆就行的 不是喷漆的事 你儿子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你要管一管 曹浦听到这话不乐意了 我儿子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老子赔得起 回头把你车钥匙放物业 我找人给你开走喷漆 说完就不耐烦的挂断电话 嘿 这么纵容小孩 还真是个奇葩家长 不过车子本身伤害不大 我就把车钥匙留给了物业 三天后 我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接到了物业打来的电话 豆包先生 曹浦说车子给您喷好漆了 你可以过来取钥匙了 挂断电话后 我就来到了车位前 仔细查看了一下车子 原本被刮花的地方已经被修复完好 不得不说 这草苦虽然做人挺奇葩 但是做事还是挺快的 接着我就上车 把车开了出去 但是在行驶途中 我却发现车子的动力有些不足 然后没一会车子就熄了火 我赶忙下车查看 此时的车尾排气管 已经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这特么什么情况 无奈的叹了口气 我只好拿出电话叫了辆拖车 把车拖去四儿子店维修 看着维修师傅忙前忙后 我突然觉得这是没这么简单 之前这车已经开了几年了 都没什么问题 怎么今天一开就出问题了 难不成是草谱喷漆的时候动了什么手脚 很快维修师傅完成了检修 一脸凝重的说道 你这车是不是最近在别的地方修过 是的 不过漆 怎么了 游泵化油器传感器电瓶都磨损的太厉害了 可这车的型号也对不上 都是老款丰田上的 你是不是换了二手配件 我听到这话火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车一直就没坏过 怎么会更换二手配件 这肯定是草谱喷漆时动的手脚 你们给我开个证明 我找他去维修师傅摇了摇头 我们四而自电 不开这种证明 你要鉴定需要送到专业机构 而且即使你拿着鉴定报告去找 估计也没什么用 对方肯定不会承认 我直接拿出电话给曹璞打了过去 曹璞你还真离谱啊 给我补气的时候偷换我零件是吧 对方的大压嗓也传了过来 我警告你别乱说话啊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是诚信经营的气修店 同走无期 你可别凭空污蔑我清白 那我车里的零件是自己长腿了 这是维修师傅小声的说道 他不承认是正常的 估计还会怪到 我们四儿子店头上来 我不其然 曹璞像是编好的话术一样 那谁知道 你是不是在四儿子店检修的 我告诉你 世界上就四儿子店最黑 肯定是他们偷换的零件 以后你到我这里修车 给你打折 还不坑人 别去四儿子店 我信你个鬼 你个遭修车的坏得很 熊父纵容熊孩子随意刮花私家车 目的竟是为了维修师偷换零件 看我反手弄亮 古加迪给你换 我跟你说 四儿子店就是最黑的地方 肯定是他们偷换了你的零件 我信你个鬼 你个遭修车的坏得很 我才不相信曹璞 我来四儿子店不过半个小时 修车师傅根本没有时间更换零件 我现在明白了 曹璞就是利用给别人补妻的机会偷换零件 从而大赚一笔 所以他才从来不制止自己的儿子 这时我突然想到干妈有一辆限量版的布加迪跑车 于是一个好主意在我心头萌生 建议你报警 带着警察去找汽修厂 说不定能把零件要回来 我神秘一笑 不 我不需要他赔偿了 我有更好的套餐等着他们 第二天我就把干妈的布加迪开了回来 并且停在了原来的车位上 下车后 我拿出手机 打开了布加迪的哨兵模式 这个哨兵模式可以让车子自动对周围的情况进行录像 做好这一切后 我就离开了车位 当天下午那个曹子昂就跑了过来 见到车位上换了一辆车 拉风的样子就像自己平时玩的变形金刚 曹子昂顿时就被吸引了 这是啥车 爸爸说不能滑蛋三叉紧 人字形 小天使 更有等车标的车子 这个车应该能滑吧 原来曹子昂划车就是他爹曹普教唆的 目的就是为了补漆的时候偷换零件 曹子昂先是围着车身转了一圈 找好位置后就拿出钉子开始在车身上作画 不一会车门上就被划得面目全非 曹子昂还觉得不过瘾 竟然直接跳上车开始蹦迪 没几下车顶就出现了凹陷 挡风玻璃也有了裂纹 曹子昂看着自己的杰作就开始哈哈大笑 这是一个保安 听到动静跑了过来 小子干什么呢 曹子昂听到声音顿时一惊 立马跳下车跑了出去 保安上前看了一下车损情况 顿时被吓得不轻 糟了糟了 这不会扣我的工资吧 说完他赶紧拿出手机 报给了保安队长 混蛋赶紧给业主打电话 与此同时 我正在家里拿着手机 全程观看了熊孩子的所作所为 直到保安的电话打来 我才慢悠悠的来到了现场 这时有两个保安正手足无措的站在车旁 见我到了 一名保安紧张的说道 是曹子昂华的 我来的时候才把他撵跑的 要不要替你报警 报警 当然要报 得到我肯定 保安立马拿出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而我此时也拿出手机 把车损情况拍了下来 发给了布加迪汽车的分布经理 布医会叔叔就到达了现场 看到损伤如此严重的布加迪 叔叔顿时也明白了这次案件的严重情况 请问豆包 你这车这次维修费需要多少钱 我把手机递给叔叔 这是布加迪销售经理给我发来的方案 四面车漆 引擎盖凹陷 挡风玻璃也需要更换 主要这车型国内维修不了 需要返厂处理 维修费加上运费杂费等等 估计在一百万左右 听到这里叔叔虽然心里有所准备 还是不禁有些骇然 我知道了 我们先去找当事人了解一下情况 说完就带着我一起 找到了曹浦家里 叔叔敲了敲门 屋内传出一个小男孩的声音 你们是谁 我们是警察 你把门打开 我们找你爸爸有事 我爸爸不让给陌生人开门 曹子昂说完就没了动静 叔叔无奈的叹了口气 只好拿出手机 用警务通查到了曹浦的电话 然后打了过去 请问你是曹浦吗 曹子昂是你的儿子吧 电话那头传来了曹浦的声音 对呀 你谁呀 我是分局巡警支队长王守义 现在你儿子涉嫌划毁他人车辆 请带上你儿子和我们去分局说明情况 曹浦顿时有些不耐烦 划车还报警 多此一举 我给他喷漆不就完了吗 不行再多赔他两百块钱 多大点事 这次损毁数额重大 你最好立即和我们去分局说明情况 和受害者达成和解 否则我们可能会采取相应措施 曹浦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怎么 喷漆还不行 那你说多少钱吧 我现在就转给他 那你和他说 接着叔叔就把手机递给我 你先预付一百万吧 后续维修费多退少补 啥玩意 你嘴瓢了吧 什么垃圾车能值一百万 划个车而已 给你一千 自己去喷漆行吧 我冷笑了一声 不好意思 我的垃圾车是布加迪 话音刚落 我就听到电话那头有摔倒的声音 神 什么 布加迪 不是那个跑车 布加迪吧 神 什么 布加迪 不是那个跑车 布加迪吧 很不幸 就是那个布加迪 所以你最好尽快过来 时间长不来 算你畏罪潜逃了 曹浦急忙说道 等会 我马上就过来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曹浦就来到了现场 一看到被损坏的 不成样子的布加迪 曹浦的双腿就开始打战 不过他知道这里是没有摄像头的 于是狡辩道 你们凭什么 说是我儿子干的 你们有证据吗 可不能瞎赖 不好意思 你不知道现在的车都有哨兵模式吗 说着我拿出手机递给曹浦 上面清晰记录了曹子昂毁车的全部经过 曹浦看完后脸色涨红 眼看底赖不过 就说道 你等等 我去把我儿子找来 说完就转身急匆匆的离开 很快曹浦就把哭哭啼啼的曹子昂带了下来 曹子昂的脸上还留着一个红巴掌印 看来是已经吃过他爹的大逼兜了 曹浦一把把他儿子丢到我跟前 看你干的好事 快给叔叔赔不适 对不起叔叔 我摆了白手 好了好了 别哭了 见我有松口的迹象 曹浦赶紧说道 那么豆包 这么说你原谅我儿子了 我笑了笑 可以原谅 赔钱就行北 不多 就一百万而已 曹浦听后顿时变了脸色 小孩子不懂事 你就不能通融一下 你那么有钱 还和小孩子叫什么针 瞧瞧 眼看苦肉既行不通 就把道德绑架了 第一 我有钱也是合法所得 并不意味着别人可以随便回我的车 第二 我不是在和孩子较真 孩子不懂事 大人要懂 所以我是在和你谈 一百万拿的出来 我去修车 拿不出来 不好意思 那就只有公事公办 曹浦咬着牙说道 一百万太多了 干脆给你十万我们私了 我白手道 那就算了 看实际维修金额吧 最近你会收到法院传票 度一查收 说完我也不再和他废话 拿出手机打给了梁律师 梁律师又来活了 到我家里详谈吧 很快梁律师就来到了我家 我简单的和他说了一遍事情经过 你这次想拿到什么效果 这个曹浦不仅仅是教唆孩子划车 而且还私自偷换车主的配件 所以不但要让他赔偿我车子的损失 还需要进里面反省反省 梁律师点了点头 好的 没问题 你去准备起诉程序 我去收集他的犯罪证据 接着我找到了被曹子昂划过车的邻居 告诉了他们曹浦偷换汽车配件的事情 被换零件了吗 马德 我说怎么不玩汽车子三天两头的坏 我还去曹浦那里修车来着 修完就好了 他说修车费便宜算给我 不是又把我的零件卖给我了吧 我尴尬的笑了笑 这大哥着实被坑的有点惨 你收集一下证据 我们可以集体去报案 大哥点了点头 好 我这就去 当天晚上我正拿着手机 罗列证据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了曹浦的声音 豆包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把门打开 我一脸疑惑的打开门 只见曹浦手里拿着一根藤条 曹子昂也站在旁边 对不起 是我家孩子不对 我来向你道歉了 曹浦说完 曹子昂就开始对我鞠躬 我连忙白手制止 行了 不用行礼了 我们公事公办 曹浦脸色一变 兄弟 别做得那么绝 我都这样求你了 你还想要怎样 我让我儿子给你跪下 曹子昂立马当场跪下 我赶紧退后几步 我可受不了 这大礼 也不是过年 没有压岁钱给你 虽说现在这熊孩子 看着可怜兮兮 可当初划我车的时候 却一点都不手软 我出十五万 我们和解怎么样 你也不要返场了 或者把车交给我 我给你修 我直接被他气笑了 一百万的损失 你十五万就想了结 做梦吧你 见到我不松口 曹浦一咬牙 拿起藤条 就抽在了曹子昂身上 打着曹子昂哇哇大哭 你要是不原谅我们 我就一直抽 他要是被打死了 就是你的责任 你也要负责 我都被他这脑回路惊到了 真是离了个大谱 你不要威胁我 是你在打孩子 我劝你赶紧停手 除非你答应十五万和解 否则我就不停 说完他又挥起藤条 抽了两鞭子 眼看说理无用 我直接拿出手机报了警 这时有两名听到动静的保安 赶紧跑来拉开了曹浦 很快叔叔也到了现场 见到地上的曹子昂 顿时怒道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打孩子 我只是教训自己的儿子 和你们无关 怎么无关 你打自己孩子也是家暴 你犯法了知道吗 说着叔叔就拿出了手铐 和我们走一趟吧 这下曹浦是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曹浦没有因为偷换零件进小黑屋 反而因为家暴先进去了 而就在他被带进警察局之后 我也把收集到他偷换汽车配件的证据提交了上去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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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